我們現在人員政策問題依舊很大 經濟部長王美花 在前幾天的這個立法院的質詢裡面 有一段話大家聽了噗嗤一下 這個問題其實存在有一段時間 大家問他說 如果兩岸真的要打仗 又或者中國要封鎖我們 我們的天然氣佔比這麼高 現在我們的存量只有七天怎麼辦呢 結果王美花拍胸脯 保證說大丈夫 放心 不會只有七天 我們至少有十一到十二天 然後大家一聽說 多個三四天 那哪來的底氣可以講的 大家可以放心 那如果講到天然氣的話 基隆現在有四階的問題 那基隆市現在想要推四階的公投 就是基隆市民決定要不要蓋 因為他會影響到基隆港 那現在這個基隆市長謝國良 宣布說三月三十一號宣布 已經可以進到第二階段的連署了 但中選會就竟然跳出來說 不行 你違反自治 前陣子中選會才告訴我們說 那個地方自己要去做決定 可是是不是怎麼又變成 這樣子呢 所以聯合報道寫了一篇 中選會的主委李靖勇 跟現在的內政部長 前基隆市長 兩個人都當過基隆市長 你怎麼有這個臉面 聯手封殺了基隆的公投 基隆你昔日 你昔日最疼愛的這些基隆市民 居然沒有表達民意 最基本的權益 當然你可以說 這個是全國能源的問題 不是一個地方可以解決的 這個又是一個死結問題 不過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每砂石油爭端加劇 這個油果的日每天減產的 超過百萬桶到年底 OPEC Plus它突襲式的減產 五月起開始原油 每天這個日產量減少 大概有一百六十四點九萬桶 減量減得很大 所以從今天開始 這個是昨天新聞 今天開始汽油柴油 都已經各自有調漲了 但這個因為它會到年底 所以你要看一整年 包括電跟能源 它的影響跟波動 其實會蠻嚴重的 我看 有句話叫建好就收 我再補一句叫建快就跑 現在看起來基隆 這個你根本不用去想 因為你連桃園大潭藻礁 有環保團體 又是個直轄市 他都弄了對不對 基隆多少人 我今天來 說比較粗殘 三十萬人 蔡司英也不選 明油昌鐵走了 謝國瀨也當選 他不會管了 所以捷運從零元到十七點七 變五十三億 我現在 我現在 我不想要把放棄基隆 四個字講出來 可是看起來是這個方向 反正就是三十萬票而已 懲罰 懲罰基隆 所以怎麼可能你還去那個 他不會的 因為事實上 在我們的能源配比上來講 他需要這個四階 因為現在一二三 基隆是四階 再還有五階 六階這樣下來 他就是要蓋 因為能源政策廢核之後 綠能還補不上 你就是要大量的天然氣 跟這個就是煤炭發 火力發電 好這是其一 其二 王敏華部長也許是說起來 我們現在目前 什麼叫十一到十二天 現在是 今天是四月了 對不對 馬上就會進到 從十天到九天到八天 你有沒有在看經紀部 給你的報告 到了暑假 就真的是七天 暑假的時候 所以立委問他是有所本 不就是啊 冬天才是十二天 沒有 我都看過 觀眾朋友這個 因為以前 馬前中文他很關心這個 大家覺得他很奇怪 因為看全國電場 所以包含了二階 三階 三階他船沒有看 一階二階 在高雄在台中 我去看過 那我們的LNG船 他進來很大一艘船 然後他的液態的 這個天然氣 進來之後 我跟觀眾朋友講 去年裴若曦來的時候 我們海域 他機密沒有告訴你 到底封鎖幾天 你接LNG船 如果被飛彈打到 或怎麼樣 或誤射的話 你看連我們凶山飛彈 不是有打到漁船嗎 他根本不敢靠近 那我們所有的 現在都在臺灣的西岸 你也不可能從東岸來 因為我們東岸沒有辦法 沒有那個地理條件 一定要在西岸才可以 一二三都在西岸 颱風你就不行 如果海域封鎖 軍演也不行 夏天因為用 供電量大只有七天 我這邊講話負責 我看到這樣七天 冬天以前十四天 現在已經變十一天 縮三天要走 所以我們現在的狀況 就是非常 而且我們的天然氣占比 如果綠能二十趴 跟不上二零二五年以後 我們的天然氣不是五十趴 可能是六十趴 五十五 六十 你要燒更多 所以你燒更多 表示他那個存量 就可能變六天 那這種時候你六天 你只要海岸一封鎖 十天我們就沒了 我們就不是不能發電 而是沒有東西發電的 所以我告訴你 接下來你再注意看 我們的臺電中油 一定會大量去買什麼 煤炭都進那邊 到時候燃煤要往上 從三十到四十到五十 就是煤炭跟天然氣 兩個在發電 可能發到七十趴 或八十趴 我們全台灣都用費發電 因為不管是燒天然氣 或是燒煤炭 他都會產生這個 相關的這些排碳 還有P2.5 都影響我們的空氣品質的 還有很多人這個肺的問題 來看一下撕心裂肺 心跟肺的狀況 國民黨現在立委的提名 光是初選才準備要開始 狀況就這麼多 在4月2號的時候 費洪泰跟徐曉星 在台北市的無心市場遇到 費洪泰卻是去敗票 曉星就是去遇到他 那這個過程當中 互動的過程當中裡面 徐曉星就不慎被推倒 他聲稱說是費委員的 男性同仁為了協助他 所以才有推倒 但我們看了有些畫面 有些角度 確實在移動的過程中裡面 他就這個被推倒下去了 他就倒下去了 但是國民黨立委李德維 他是出來支持費洪泰 他說徐曉星你摔倒跟尖叫 有一點太多了一點了 那徐曉星他還講的 但我有點不太懂這一個點 他自己爆料 他說四年前 曾經當過費洪泰的側翼 去當他的網軍打誰呢 那個時候費洪泰是跟王鴻威對打 他說他專門配合費洪泰 去打王鴻威 我一聽就說 你還主頓的把這一段 那我找過當時四年前的新聞 確實很多那個時候費洪泰 在攻擊王鴻威的時候 徐曉星是幫忙助政的 他說因為我以為他是一個君子 但沒有想到他是偽君子 他說費洪泰當時會跟我說 我幫連勝文這麼多忙 結果他跑去幫王鴻威 幫我罵罵他 所以一捅 捅了總共三個人 全部都捅出來 那之後一扣就PO了一篇 太難看了吧 沒心沒廢 徐曉星說 向由心聲 你就是醜到不行 這一連串的這個正義裡面 當然這一點我是比較有 好啦 認同 原子怎麼看 那個我講一下 二周你說你看不懂那一段 就是徐曉星為什麼他忽然間 要去扯到說他四年前曾經有幫費洪泰 去罵王鴻威 他的意思是說 他當時當了費洪泰的側翼 那為什麼提到這一段 他是在罵李德維 因為他認為說這個李德維 平常也沒有看他在 對民進黨開炮 怎麼忽然間 那麼關心起他跟費洪泰之間的戰 等於說李德維現在是側翼 在當費洪泰的側翼 他想說費洪泰很善於運用側翼 所以他自己四年前 也當過費洪泰的側翼 當時王鴻威不是拿出了一個 那個韓國瑜的錄音嗎 說韓國瑜是挺他嗎 那徐曉星就出來罵王鴻威說 那是沒有經過韓國瑜授權的 沒有授權的 但實際上是有 可是徐曉星他就說他相信了費洪泰 所以就出來罵 然後他說這件事情 他是跟王鴻威道歉的 所以曉星那時候是被費洪泰誤導 對 他認為是被費洪泰誤導 他說我那時候很相信費洪泰 我怎麼知道他是一個偽君子 越不群 他說他是越不群 可是他四年來有 曾經有跟王鴻威道歉過了嗎 他說他這一次選舉 王鴻威選立委的時候 他有公開跟王鴻威道歉 去年的時候 就隔了三年多跟他道歉 那我是覺得這個 私心裂肺 但我們覺得說 國民黨以前好像沒有經歷過 這個狀況 就是說確實是有點過激 我們國民黨支持者 其實很害怕看到 國民黨黨內互打 就是打太激烈 大家會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了 我自己就遇到過 我去年九和一選舉的時候 我也是被那個老人欺負 國民黨欺負 我也不爽 我要回籍 所以這個問題的癥結點 是不是其實應該有一個大人 出來做協調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大人 都不太敢出來協調 因為就是說出來協調 可能也沒有達到一定的作用 但這個只會越來越級 這個大人是誰 不管是黃旅也好 或者是朱立倫也好 我想大家應該都不太敢出來 可以下標題了 這個朱立倫 既痛批喉友以後又罵了朱立倫 我們廣告之後 馬上回來 拜託拜託